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807章 兵败如山道 对于太子钟仔莫和方济凡而言 军事上的打击他们既不懂也不愿意去投 新军的火器以及不操之法 足以让太子和方济凡能够高枕无忧 这世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军队可以与之辟敌的 朱在墨是个极聪明的人 他敏锐地感觉到对奥斯曼的作战 其根本却不是军事上 而在于安抚人心的工作 只有安抚住人心 方才能够让大明在奥斯曼立足 又凭借二十万的大军 可以一举击溃奥斯曼的所有军马 可想要凭借二十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马 去统治这跨越三州之地的庞大帝国 却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事宜 太子下达一个又一个招令 对于任何侵犯寻常百姓的行为 都严令禁止 要求做到秋好无范 并且迅速地恢复秩序 而这一点对于新军而言并不难 一方面严苛地操练 保证了他们的军纪 另一方面较为丰厚的俸禄 也足以让他们不至于在战时进行掠夺 待朱仔墨和方几帆抵达了巴库 随即朱仔墨便开始接见城中各色人等 但凡巴库城中有一些影响的人 统统都来了 朱仔墨一个一个戏谈 大帝了解这里的情况 而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布置 原本这里的百姓们处在惶恐之中 奥斯曼军马败退得太快了 而他们原以为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 将是一场如网章一般的杀戮 可谁料到 居然一切如常 新的统治者并不算糟糕 甚至愿意去聆听他们的想法 方几帆虽是来了 可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他似乎无所事事 身边每一个人都在忙碌 偏偏他却是很清闲 天气已经转暖 偏偏巴库这个地方尤其的炎热 于是乎方几帆不得不让护卫们 丢起了他的波斯毯子 自然烧地龙的煤炭也无需供应了 当然 冰镇的习惯还是需要的 包如蝉翼一般的衣料 当然也有 每一次出行 登上马车之前 这马车里需先放几个冰盆 将这车厢中的暑气消去 便得阴凉放在登车 朱仔墨时不时地 想要问方几帆的意见 他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 又或者他觉得做得不错的地方 便希望得到方几帆的夸奖 而方几帆的表现却依旧是漠不关心 这是太子殿下的事情 太子殿下心里已有陶略 何须来问我呢 呀 殿下呀 我不过是一个咸云野喝 只有酒和鸟巴 只有春秋和礼祭 他能伴我入眠 外事我也不想去过问了 我蒙陛下不弃 此番征讨奥斯曼 可是我志不在此 而今太子殿下在此 这些事情太子殿下来处置即可 是非功果都在太子殿下心里 何须来问我呢 方几帆平静地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朱仔墨心里像是抽了抽 眼睛竟有些湿润 这世上恐怕也只有恩师对自己最好 他做的一切 一定是希望自己将来 能够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哪怕是自己的父皇 也远不及恩师人 学生明白了 住在末后退一步 慎重其事地 躬身左翼 一副受教的模样 第一军的躬事尤为猛烈 事实上 整个奥斯曼根本就无法阻止起有效的抵抗 他们的大军还未集结 便已遭遇迎头统计 可笑的城墙在火炮面前 不过是炙扎的一半 事实上 根本不需火炮轰开城墙 只需火炮一响 便少不得城门打开 举城投降了 待到明军休号无犯的消息传开 举翔已成为风靡一时的事情 大军未到 这边城中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上至卡下下至寻常百姓 该干啥的干啥 他们请了当地汉儒们来 向他们学习投降的仪式 紧接着准备绣好大明的龙旗 预备好金条 准备好响表 生活难免需要仪式感 这是人类的共情 本地的文武百官们 一遍遍在汉儒那儿 鹦鹉学舌一般 反复用着汉话念叨着投降时的用词 再一遍遍地纠正口音 学习得无比认真 虽然大家觉得这样做 好像有点不对 但都到这个份上了 这求生欲面前 似乎已经顾不得再去纠结 这良心和道德的问题 毕竟他不能当饭吃嘛 不得不说 当地的儒学观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毕竟随着汉文化的传播 大家也对汉话和汉人的习俗 风俗大地有了了解 这使得大家对这突如其来 冲上来的敌人 没有了未知的恐惧 不少本地的儒生 起初还在纠结 均均均沉沉的问题 可后来一拍脑袋想清楚了 君均沉沉 谁是君 我就是谁的沉 于是毫不犹豫地 放下了心理负担 从起初的恐惧 到纠结 到不安 再到隐隐之间的期盼 最后便的脾气急躁 望眼欲穿 大地的心路过程 到了最后 就变成怎么还不来 不是听说隔壁的安达卡都 已经开城门偷降了吗 待新军的赤猴一致 不等大军来 紧接着 城头已经换了旗帜 异常醒目 随即 当地的贵族 以及商骨和儒生人等 便各个赤身 身负精条 打开城门之后 跪地后降 这抹景象 在赤猴们眼中 是出其不意的 起初大家甚至不敢靠近 这是闹哪样啊 怎么都像是 诸葛亮的空城记啊 莫非是 诈想 可到了后来 都向暗无视 自然胆子大了 竟开始出现七八个之后 并很拿下一座城池的事情 兵败如山倒 形势的恶化 比想象中要快得多了 与此同时 一辆辆的火车 将新学的生员们 送到玉门关 随即他们骑着罗马 带着后勤补给的 资重队伍 抵达这里 事实上 太子朱仔莫觉得 自己分身发术 手中人手 实在是不够用啊 那些当初来到奥斯曼的儒生 朱仔莫既不敢完全相信 也不敢拿去用 只能让他们 做一些宣讲和联络之事 这新学的生员 就变得弥足珍贵起来 他们随即便如豆子一般 撒在所有占领的区域之内 命他们开始进行调查 让他们开始了解民心 进行统计 奥斯曼与大明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各个部族林立 如同百家一一般 将各色各样的布料 强行地缝合在一起 彼此之间信奉着不同的神明 有着不同的风俗 甚至操持着不同的语言 想要真正的建立统治 就必须将他们彻底摸透 了解不同人的诉求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眼波死尽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眼波死尽 明朝拜家子 第1808章 最后一战 整个奥斯曼帝国 轰然倒塌的速度 比想象中要快得多 犹如一个巨人 此前撞手的身体 令人望而生畏 可其倒下的速度 也是令所有人为之择舍 当第四军一路向西 直抵地中海海盘 也就意味着 此时整个奥斯曼帝国 被拦腰截断 北方的伊斯坦布尔 以及塞尔维亚等领地 与南方的半岛 和埃及北非领地的斩断 奥斯曼人 妄图集结大军的想法 在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水中捞月 因为这攻势来得太快了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 明军的推进 犹如闪电一般 容不得你组织大军 你却发现 一坐坐奸程 就已经高破了 原想在三百里外的 国境陷遇敌 可等你预备在三百里之后 组织军马之时 军马还未聚集 兵风就一支 一切都如滚雪球一般 妄图抵抗的卡厦们 显得疲惫又无奈 原本预期要掉拨的粮草 还未到达 就已被深入境内的 新军截获了 人心浮动 群龙无首 来自于伊斯坦布尔的 皇帝旨意 甚至在混乱之中 根本就无法有效地传达 因为旨意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时 这个卡厦还在 驻守在此 等命令抵达时 卡厦在此时 已经欢天喜地地 欢迎原道来的 汉人朋友去了 随后在伊斯坦布尔 人们惊恐地发现 脚外开始出现大量的游骑 这是新军的赤猴队 军马未知 游骑便如沙子一般洒出去 他们往往是青骑 坐下战马 鸡尾的神骏 可谓是千里挑一 他们只穿着皮甲 配备长刀和短冲 他们的刀剑并不笨重 这得益于大明精良的演练水平 不但锋利 而且薄如禅意 刚性也是极佳的 他们往往是三五人一腿 极少和人正面作战 他们会探查地形 简单地绘制出渔图 确定可饮用水的位置 标注山林和河流 甚至胆大一些的 会出现在奥斯曼驻军的附近 通过各种方法 检测对方的人数多寡 而一旦出现 大量敌人围独 他们便如一阵风一般撤去 绝不停留 这些人仿佛成了精 滑不溜秋的 可对于伊斯坦布尔而言 这些传闻中的赤猴一出现 顿时成中开始惶恐起来 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赤猴的出现就意味着 明军的主力 很快就可能抵达这里 整个奥斯曼南部 根本就没有组织起 任何像样的抵抗 而这座奥斯曼最伟大的都城 现如今 也暴露在明军的威胁之下 城中已经开始紧张起来 皇帝已下达 坚决抵抗的命令 可城中又出现许多 关于皇帝打算 舍弃这里的军民 而移驾 埃迪尔内的恶号 人们不知所措 奥斯曼占据这里已有百年之秋 而现在许多人隐隐约约意识到 在这里可能很快就要换一个新的主人了 无数的禁军在此聚集 有数十万之中 大量传播恐惧的人直接被逮捕 随即扔进地牢里面 可即便如此 仍旧无法遏制各种可怕消息的传播 恐惧每天都在这座都城中蔓延开来 皇宫里 苏莱曼的脸色 也随着战事的进展 变得越来越阴沉 他有一种无力感 无论自己想要如何反抗 可一旦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时 命令还没有传达出去 就有人告诉他 这个命令已经过时了 因为敌军有了更新的进展 一座座艰呈的沦陷 令他开始变得愈发的易怒 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 甚至他自认为 奥斯曼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必将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可现在他却发现 在这场战争之中 自己从前的经验 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 于是不安和焦虑 在他的内心开始滋生和蔓延 大量的投敌举动 令他心中开始有点慌了 也变得更加的疑虑 任何一个坏消息 都足以令他暴怒很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越发地觉得 似乎只有李正 才能令他的心情轻松一些 世家的李正 总能寻到任何的方法来安慰他 当敌人出现的时候 李正告诉他 陛下不用担心 对方长途跋涉 已如强弩之末 不堪一击 当明军势如破竹 深入国境之时 李正又置住在握 信誓旦旦的引经据点 告诉他 陛下不必担心 对方的立足未稳 战线拉得过长 此乃贪多嚼不烂 自取灭亡之道 陛下只需暂时兼比清野 犹如官渡之战一般 待时机成熟 派出精锐 只取袁少粮仓 便可一战而生 而现在 明军已经是濒临 伊斯坦布尔了 苏莱曼已变得 没有丝毫的耐心 焦虑已快达到了顶点 李正却依旧从容地 看着苏莱曼 语重心长地说 陛下 春秋之时 边将乐意率领五国军队 攻打齐国 齐国威王之际 只剩两成 一道岌岌可危之事 那田丹坚守吉末 破釜沉舟 与贼死战 最终一举击溃严军 收复齐国故地 陛下呀 如今陛下的国都 比这吉末更加坚固 陛下的禁军 更胜齐军十倍 陛下的圣名 更非区区田丹可比 陛下何故犹虑呢 只要陛下再次坚守 城中有足够的粮草 将士们感念陛下的恩德 愿与陛下齐心协力 百姓们深恨明君 愿与陛下共存亡 那么又有什么 可以忧虑的呢 在这个时候 祖莱曼内心深处 有一种感觉 就是眼前这个人 或者这一群人 他们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能相信 甚至是有毒的 可是 这些话是何等顺而然 却又好像 又听了自己内心里面去了 他深吸一口气 迟疑地说道 真是田丹 真是田丹 李政满怀信心的样子 不错 田丹不及陛下万一 眼下当务之急 乃是挑选两家 固守国都 与贼死战 以臣的浅见 陛下有三胜 而贼君有三败 这起义 故事老生常谈 陛下深得人心 而贼君远来 民勿之 李政顿了顿 继续说 国都屹立千年之久 似列祖列宗定都于次 更是修起了百年之久 可谓是坚不可摧 将士们种旨成城 而贼君以皮 犹如强弩之末 此起二业 这七三才至关紧要 陛下宏福齐天 怀柔远人 此登基以来 诗人不得 人人信爱 臣等 吾不愿为陛下 谨忠笑死 反观那明皇 以及方济凡人的 面目猥琐可憎 心怀狡诈 人面受心 陛下此等人后之君 必有天重 岂有渺亡之力呢 自古以来 便有道法无道 有德者而可无德 其他的事情 臣不曾听说过 苏莱曼的心中 依旧是隐隐不安 其实他何曾不知道 李政说的 乃是鬼话 可此时 竟还是鬼是神差的 似乎是心里暗示着 自己相信 他终究是个人 是个有血肉之躯的凡人 正因为如此 他会如寻常人一般 在遭遇重大挫折时 不断地对自己 进行心理上的安慰 而李政的话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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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莱曼长身而起 他依旧皱着眉 心中顾虑重重 紧接着便是开始布置房屋 将某些重要的关爱重点 交由亲信手里 而就在此时 在苏莱曼心存安慰的时候 浩浩荡荡的明君 已经开始自各路回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眼波四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眼波四金 明朝百家子 第1809章 破城 乌鸦鸦的大军 在伊斯坦布尔城外 建起了一座座营寨 他们此时 反而并不着急进攻了 只是自城头上看去 见那连营树石里 依然令人生出恐惧之感 城中的军民 开始在皇帝和军官们的指挥之下 做好了与这座巨城绝胜的准备 整个伊斯坦布尔 由海峡分为两块 也就意味着 他们拥有海峡作为天谦 且这巨石 所搭建的高墙 哪怕是威力巨大的火炮 也绝不可能轻易倒塌 至少在此时 奥斯曼人算是稳住了脚跟 虽是恐慌 可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人 历代君主的经营之下 早已变得坚不可摧 这高耸而坚固的城墙 一座座塔楼 守不清的禁军 此时此刻 也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数日之后 工程开始 无数的火炮轰鸣 令这座奸城陷入一片火海 只是它的城墙 竟有数丈之后 用的多是花钢岩铸铸脚而成 火炮的威力虽是十足 对城上禁军的杀伤力 更是惊人 可在此时 却也不能轻易奈何得了 这座巨城 根据工兵营的测算 想要用火炮轰开城来 至少需要花费 半个多月的时间 可到了那时 一旦破城而入 城中若是禁军 抵抗坚决 损失意识不小 何况此城被海而建 背后乃是奥斯曼 位于欧洲的腹地 这就意味着 奥斯曼人可以凭此 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 哪怕是派出舰船 在海上封锁 只怕也是不易 朱仔墨和方继帆 对着于途发呆 此前实在是太顺利了 以至于猛地遇到硬查 竟有些麻烦 朱仔墨叹了口气说 攻是能攻下 就是损失巨大 方继帆眼睛眨了眨 我有一气 朱仔墨抬头 看着方继帆 不知恩师有何坚强 明日清晨发起进攻 不能再入往前那般了 要打就要痛打 投入所有力量 清晨时 飞就迎出击 随即将我们的火炮 通通拿出来 不必吝啬火药 呈下所有部族 做好工程的准备 附近还可调拨船们 命舰船出现在海面 朱仔墨皱眉 这法子可行吗 要知道 毕竟新军的补给先过长 因而所有弹药 都是宝贵的 军中不是没有足够的火药 可按照恩师的意思 则是不令任何的成本 倘若明日将弹药 统统用空了 想要补给后续的 又不知需要多少时日 他见恩师 一副愁愁满志的样子 随即寒手 那么 就试试看 于是次日 清晨浮晓 测试了风速和风向之后 飞丘营总兵官沈奥 和副总兵官杨彪 便率队起飞了 每一次随着飞丘腾空 杨彪总有一种 腾云驾雾的感觉 而这里气候 显然和大明时是不同的 一旦腾空 脚下非但是巨城 更是巨城背后的汪洋大海 此处的气象不明 颇有几分危险 一旦打来横风 飞丘仅有可能 有落海的危险 下意识地 杨彪去充肉干来 鸦鸦精 乌鸦鸦的飞丘 开始漫天朝着 伊斯坦布尔而去了 紧随起后 便是火炮的轰鸣开始 明军拿出了 看家的本事 数不清的火炮 轰隆不绝 无数炮弹 犹如火球一般 这漫天火炮 一落入巨城 随即炸开 萧烟弥漫 落弹点处 宛如人间地狱 到处都是哀鸣 城中的奥斯曼人 尝试着用火炮来还击 可他们的火炮 宛如笑话 紧接着 数不清的飞球 开始抵达了上空 无数的火油弹和炸弹 开始投掷 自清晨开始 只让一面倒的屠路 便从未停止过 倒了正午 方才停歇 等到飞球营散去 火炮停止了炮击 整座城市 几乎是一片苍蝇 残存的人 战战兢兢地 回到那早已 断壁残垣的塔楼 向下瞭望着 见那数不清的步兵 也是磨刀火火 乌鸦的军马 此以准备在第二轮 炮击开始之后 做好工程的准备 这是令人绝望的感觉 军民们 躲入附近建筑 关上厚重大门 老人们抱着孩子 家人们互相依偎 心中默念着 任何他们认为 可以信赖的神体 紧接着 在城外中军大营里 一封快报 送到冯继帆的手里 方济凡终于感觉 松了口气 他轻松地 看向朱宰墨 殿下 大功告成 当日 一座城门洞开 在城中的禁军 尚未察觉到的时候 这座不稀眼的城门 却数不清的新军 蜂拥而入 紧接着 城中开始零星的战斗 抵抗并不激烈 绝大多数禁军 在遭受火炮 和飞就营的进攻之后 已如惊弓之鸟 唯一还能令他们心安的 便是这高大的城墙 一旦城墙失守 他们最后一定点勇气 也就丧失了 数不清的新军涌入 开始占据城中重要的位置 随即对城中抵抗的 某些哨所进行定点清除 推进速度 极快极快 紧随其后 便是数百上千人的护卫之下 朱仔墨与方几番二人骑马入城 这岩石所住的城门门洞之内 两侧跪拜了以李正为首的一批官员 他们仍旧还穿着奥斯曼的华美服饰 却一个个面如死灰 他们清澈熟漉的 寻了一个最佳的角度 跪拜在地 奉迎着太子和摄政王入城 一见到太子殿下大将 他们立即收起四朗娘的表情 勉强挤出笑容 抖擞精神 纷纷扑扑在地 高声说道 最臣见过太子殿下 见过摄政王 城门 其实是李正 命人打开的 奥斯曼对于李正这些人的能力 是极不放心 所以只让他们 寻守着不太重要的城门 今日这一番猛攻 让李正人等立即意识到 一次探布尔 陷落只是迟早的问题 他们在城中 个个战战兢兢啊 可是读书人就是读书人 他们和寻常胆战心情的 军民不同之处就在于 他们深谙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的道理 迟早都要破城 倒是自己这些人 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此时临阵倒戈卸甲 喜应王师 即便依旧是戴罪之人 可仍不识性命 岂不美哉 谁会跟自己的命过不去 因此 当日众人便一不做二不休 立即密令心腹 偷开城门 引新军入城 整个过程 可谓是非常的顺利 因为城中的守军 已陷入恐慌之中 此事故此不能故鄙 更别说 在这炮火连天的环境之中 谁也顾不上 一个不亲眼的城门 而新军一进宫 等到大家反应过来时 显然已经是来不及了 以礼政为首 数百个儒臣在此时 忐忑不安地 等候着太子和摄政王的发落 他们之中 是有人曾见过方济帆 这狗东西的 哪里想到啊 当初驱赶他们的方济帆 会在十年之后 又在这千里之外 重逢啊 等到朱仔莫和方济帆 起码到了他们进前 李正仆腹在地 小心翼翼地抬头 看了朱仔莫和方济帆一眼 随即又忙垂下头 朱仔莫面无表情 而等倒还是像啊 这句话自然很不客气 李正阵阵有词 太子殿下 天术有变 神气更矣 而归有德之人 此乃自然之力 好思漫长 瞒一眼 此等高于之地 瞒一在此 岂可长久 醉臣人等 顺天应运 今见太子 气宇轩昂 龙行火步 喜不自生啊 朱仔莫是一脸的无语 他看了方济帆一眼 方济帆姿牙 催了一口唾沫 甚是鄙视地说 狗一样的东西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金 明朝拜家子 第1810章 仁义之诗 面对方济帆的鄙视 这些儒臣们 却是面色如常 他们是读书人 读书人历来身谋远虑 他们思考的内容 会比寻常人要多得多 所以啊 此时 李正虽是内心 还有一些惶恐 可还是有一些数的 他见太子和摄政王 轻视之色 却与身边几个儒臣 对视了一眼 而后 又朝 住在墨白道 锦殿下 大破奥斯曼 可谓是 普天同情 奥斯曼 军民上下 无不欢欣 孤雇 只是那苏来曼 以及他的祖上 在此 惊吟日神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臣等在此 忍辱负重 为殿下谋划 朱载莫咒 梅说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李正面色有些尴尬 随即说 古人云 他天下容易 坐天下难 这奥斯曼 毕竟不是关内 两经十四省 民心尚未依附 我大明 想要长旨久安 臣等 自当小 全马之劳 说着 李正正色说 臣等在奥斯曼 已营造黄策 这奥斯曼 朱迪的人丁 护策 通通都已在握 殿下攻城之时 臣等唯恐 黄策毁伤 因而第一事件 便命人 妥善保护的 除此之外 奥斯曼各州城 都有儒生 儒生们 在此交手人 读书十年已 这十年来 也颇有一些弟子 如今 这奥斯曼上下 同汉化 小四书者 有百万之中 若陛下肯接纳他们 划分各州 于各州建立共愿 再开科举 则奥斯曼群衔避致 有他们为朝廷 笼络人心 这奥斯曼 岂有不偿之 就按之礼吗 这李政的一番话 另注在 抹沉默片刻 这番话的背后 是颇有玄机的 一方面 李政告诉太子 自己保护了黄策 而朝廷要统治这里 就必须得掌握 户籍和人口 还有田产 黄策乃是儒生们 进入奥斯曼 为苏莱曼所编修的 而这 乃是统治的基础 另一方面 李政又旁敲侧击地 告诉太子 奥斯曼毕竟曾是外藩 还没有通教化 要治理这里 就必须笼络这里的豪族 形成一个新的阶层 而后 再依靠这些人 进行统治 当下 奥斯曼有能力 为朝廷治理的 除了原有的旧贵族之外 并是这十来年 李政这些汉儒们 所培养的儒者了 那些旧贵族 欲和难填 原本在奥斯曼时代 就拥有大量统地 和数不清的奴仆 朝廷拿什么 去喂饱他们呢 可是 儒者们不一样 大家很好养活 平日里在地方上 教授人军军沉沉 推广汉学 即使想得到荣华富贵 就也需发奋图强 努力读书 参与科举 方才有机会得到功名 作为朝廷而言 哪一种方法比较合算呢 朱仔莫心里 似乎也摇曳了 李政的话不无道理 只是他还是有一些举气不定 毕竟对于李政这些人 他可谓是深恶通缉 想来这也是为何 那些开国之君 总是喜欢 羞辱如生的缘故了 毕竟 打了天下的人 见识不免多一些 有经验见到 从前的敌人 而今对你 被供取悉 对于这些人 难免会生出 鄙夷之心 可天下的智力 终究还是绕不过他们 朱仔莫看向方启帆 希望自己的恩师拿注意 方启帆坐在马上 又感慨了一声 真是一群狗东西 方才方启帆就发出 同样的感慨 前者的语气带着怒斥 而后者同样一些话 却是感慨万千 朱仔莫立即听出了 恩师口气之中 蕴含的深意 是啊 这群狗东西 虽然很讨厌 却是统治奥斯曼 最佳的方案 用最低的成本 来统治 这横跨数千里的大国 推行教化 看似有许多弊端 可某种程度而言 也是最现实的方法 两经十四省推广新学 在奥斯曼用旧如同志 而在黄金周 则采取分封之法 这自是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的手段 朱仔莫便说 而等立即整理黄策 张帖安民告示 安抚人心 李正等人 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他们绝不会轻易投降的 既然投降 就一定会有所凭借 他们所凭借的 就是朝廷 暂时还需要自己 因而 他们却忙扣手 臣等 遵照 朱仔莫人等 继续打马入城 而此时 远远眺望 却见那奥斯曼的宫中 已是光火冲天 大量新军 朝那个方向涌去 急于救火 朱仔莫却虚了口气 似有感悟地说道 苏莱曼还在宫中 是吗 是的 殿下 方济帆说 可惜了呀 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朱仔莫想了想 可是 恩师啊 你昨日还骂了他呀 风济帆顿时板起脸来 痛心疾首地说 昨日他还没死呢 现在芭城已经被烧死了吧 哎呀 苏莱曼也算是雄才大略之处 臣当初在京师和他打过交道 此人气宇宣昂 甚是开明 真不该沦落到这样的下场啊 悲乎 无苏莱曼雄 哀乎 无苏莱曼雄 太子殿下 与我带病来此 所谓的 不过是 讨伐奸贼 与他无赦 哪里想到 他竟如此想不开呀 太子殿下 苏莱曼毕竟是 奥斯曼先朝帝王 如今死于非难 殿下 立当继承他的遗志 诛杀着奥斯曼的奸贼 为苏莱曼保仇血恨 不止如此 还需安抚其宗亲 令人保护奥斯曼皇族陵墓 不可谓贼子毁伤 到时 还需好生收敛他的遗鬼 以皇帝之礼下葬 亲王解释啊 朱宰墨见恩师 一副哀叹的样子 心中也四十明白 恩师和苏莱曼 当初在京师 也有过庶面之缘 如今 虽是各位妻主 可人已经死了 难免有所感伤 恩师 是个重情义的人啊 方启帆再没说其他的话 率先打马 带着一队护卫 先往奥斯曼皇宫 工程内火已经扑灭了 新军官兵们已封闭了珠门 左右女眷通通保护了起来 方启帆看着这抑郁的宫廷 心中嘀咕 倒不如将此地烧了还好 到时寻个新旨 建个新城 自然 这只是职业兵而已 很快他就大消这个念头了 心里默念 自己而今乃是摄政王 且且不可将自己的格局做小了 寻了个偏殿修器 却是第二军指挥王毅 匆匆而来 兴冲冲的就说 师公 师公 王毅自命自己当初在军中 是跟着王守仁在夜校里读书的 以而自许自己是王门子弟 自然而然了 就厚颜无耻地 称方启帆为师公了 师公 找找了 找找了 那苏莱曼还未死呢 于是他的运气 他本于求死 谁晓得 火刚烧起来 就被忠心的阉人给救了出来 北下听闻 师公下令寻觅苏莱曼的遗骸 定要好生收敛 哪里想到 居然找到的是一个大胡人呢 呀 方启帆端着茶盏 手臂一震 这茶水竟然下意识地 泼了下来 没 没死 这真有点 料想不到了呀 啊 正是 学生已命人将他妥善的 方启帆定了定神 打断他说 够了 不要再说了 王一一愣 他知道师公有话要说 却听方启帆叹了口气 大家都到他死了 现在若是活着 岂不是大家都很尴尬 哎 再烧一遍吧 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啊 省得我再伤心第二次 师公说的准是没错的 啊 他转过身 正在要走 身后 方启帆叹了口气 却突然说 且慢 王一回头 看了一眼方启帆 方启帆叹道 唉 不必再烧了 我内心的良知告诉我 天命不可为 做人不能对不起自己的朋友 这样吧 你立即命人将他好生地砍压起来 对外就寻一个尸骨 便说这是他的遗骸 至于他本人 暗暗押送 送去黄金周吧 王毅护去一阵 心里翘起大拇指 师公 真是 人意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金 明朝百家子 第1811章 天下将大行 方几番总是以德服人 在这一方面 他总是能让 徒子徒孙们 感受到 他的仁意 仁意的理念 贯穿适中 而弟子们 方才会 伤心下笑 一想到 自己此时此刻 又做了一件好事 拯救了苏莱曼的名声 也算是对得起 自己这为故人 方几番便感慨晚签 有的人 依靠杀人 来建功立业 而他方几番 依靠的 却是旧人 一将功成万古枯 可这样染血的功劳 方几番不屑为之 他乐于帮助别人 因为拯救人的性命 方才听到像是伟大呀 王毅 也是毫不犹豫 敢往深宫之中 那苏莱曼此时 已是悲痛欲绝 浑浑噩噩的 他哪里想到 这好端端的城 十数万进军 怎么说没就没有了 当他从别人口中得知 原来是李正等人 现成一口老血 直接喷了出来 于是他狂笑 又滔滔大哭 事到如今 祖宗的江山 一腔的热血 无数的算计 却是化为乌有 一切都无影无踪了 王毅见他大叫 几个将士竟有些 支不住的 于是上前去 一巴掌 板着脸就吼道 出嘴 眼前这个人 在别人眼里是亡国之君 是曾经的奥斯曼皇帝 可在王毅的眼里 算个什么东西 这一耳光下去 却将苏莱曼给打蒙了 王毅呲哑说 今日起 你叫方感恩 蒙恩师垂怜 这便将你送去黄金州 来人 给他换一身衣衫 立即送去码头 此事不可生长 世上再不会有苏莱曼了 只有一个叫方感恩的人 而之所以姓方 或许是为更好的融入黄金州吧 感恩二子 自是不杀之恩 也全当是纪念方启帆的人子 两日之后 一艘舰船已是出发 进入地中海 而在这里 这座屹立千年的城市 迎来了他的新的主人 李正等人 依旧还是刘悠 虽然他们总是让人有气 方启帆总是恨不得上去 踹他们计较 可不得不说 在安稳人心方面 他们的贡献是极大的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为臣刚 父为子刚 仁义礼致信 温良恭敬让 在明军破了伊斯坦布尔 并且将此地定为西京之后 奥斯曼故地 除占领的区域之外 所有其余的卡下 不得不纷纷归附 这十来年 传播如学的儒生们 此时趁此机会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们迅速建立起一个 同窗师生的关系 在地方上 拉起了一道绵密的关系网络 凭借这些网络 在借助明军的统治 确定自己 在地方上的优势地位 一旦他们形成了优势 便立即通过联姻等方式 不断地确保 这样的优势存在 如此一来 读书不只是学习汉人文化 也不是读四书五经的事情了 因为在地方上获取优势 他们自然抱团 不断地哄抬读书人的地位 于是四处散播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思想 又因为有了科举的近身之梯 使他们获得了 比别人更多的特权 于是乎 他们早早便开始 勾结地方官吏 凭借着功名带来的特权 开始蚕食土地 发家致富 他们有了名誉 有了利益 有了绵密的关系网 甚至在奥斯曼各州府 夺取了话语权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成了人上人 他们犹如老树盘根一般 深深地扎根于奥斯曼 自然而然 整个奥斯曼上下 风气开始改变了 读书方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境遇 读书方才可以进入他们的圈子 也只有读着四书五经 读着军军沉沉之道 方才可以成为人上之人 奥斯曼早已形成了 新的读书热潮 人都是罪现实的 趋利避害 乃是人的本能 不止旧贵族们疯狂读书 便是殷实人家 也开始读书 他们相互之间 操制着汉化 满口文周周 报效君恩 为天地立心 为生名立命 为往胜记绝学 其实啊 此时此刻 这样的人 已经渐渐和汉人 没多少分别了 最可怕的是 这一群开始 不断膨胀的读书人群体 当他们一旦开始生活习惯 和语言和寻常人产生不同 他们自然不免 开始区分出贵贱来 汉化自然成了雅言 不能说的人 自是和卑贱奴隶 没什么分别 四书五经 乃是圣人之道 不学习的人 与猪狗无异 方济凡有时候 其实啊 挺佩服这些儒生的 在和平的时代 他们总能迅速调整自己 迎合新的统治者的需求 挣扎求生 其实 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让人叹为观之人 当下 对于朝廷而言 整个奥斯曼故地 最重要的是进行教化 和拉拢人心 而以理政为首的这一批乳生 则恰好与朝廷一拍集合 彼此心照不宣 于是 旨意下来了 奥斯曼故地 除设立西京之外 同时设立十三省 所施行的 乃是大明红武皇帝旧法 几乎这些旧法 是赵胡卢化朴一般地搬运过来 李政败为西京国子舰见证 其余之人 各次爵位 为了招揽大量官员 朝廷除了延续苏来曼时期的科举之外 又连加两次恩客招揽人才 西京与十三省 实施海禁之策 当然 这只是暂时针对此地之人 四海商行 依旧可以派遣船只 在地中海 以及各处海峡沿岸进行贸易 此战之后 太子依旧暂时镇守西京 而方济帆 却已起身回京复职 回去的路途之上 已得知一条自御门关 往西京的铁路 朝廷已经开始规划了 而沿途之上 已开始有进行地形勘探的人员 方济帆回京 此时再见到诸后赵时 诸后赵的面上 竟多了几分沉稳 一个人玩也玩够了 闹也闹够了 剩下的也只不过是寂寞而已 诸后赵倒是安分了下来 天下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置 皇帝职责已变得分外的沉重起来 除了新开拓的疆土 需要皇帝处置之外 随着两经十四省新政的推行 朝廷愈发地发现 原有的体制 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譬如商业的繁华 朝廷必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章程进行管理 那么朝廷就不得不新出一个商务局 可因为商务局的关系重大 那么领导这个布局的大臣 绝不能是寻常之人 品级还需要足够高 甚至需和六部尚书评级 而商税的增加也带来巨大的问题 那便是商税和农税不同之处就在于 商人活动有许多种 那么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收取商税 为了保证商税能够征收 那么势必需要大量的税利 以至于税利的人数超过十万之处 如此庞大的一个税务协同 岂可置于户部之下 于是乎又不得不建立税局 这税务关系重大 税局的大臣自然也须上述来主持 于是朝廷增设十九局 与原有的六部各自实行着自己的事务 诸后赵作为天子 明显感觉到奏书的数量 比父皇在世增加了十倍以上 如此庞大的奏书 哪怕是内阁竟也开始觉得繁重起来 不止如此 又因各部各局所牵扯到的事务 越来越细化和专业 再不止是原有的来了灾情 下至赈灾这么简单了 有些布局送来的奏书 作为内阁大学士 竟是两眼一摸黑 看不懂 毕竟过于专业了呀 此时的诸后赵 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给搞得焦头烂额 成日挠头 头发都快掉光了 哪怕是聪慧如他 且啃下功夫 竟也发现 这千头万须的事情 哪一件都极重要 可哪一件 他都未能尽心如意 甚至诸后赵觉得 莫说自己一个皇帝 便是将自己分出十个天子 也未必能应付 如此繁重的工作 至于内阁 更是叫苦连天了 几次请职 要求增舍内阁大学士 可实际上 依旧是杯水车薪呢 见招了方济帆 诸后赵顿时大喜 开口说 老汪啊 你来得正好啊 你若再不回来 朕必要下旨 将这皇帝之位 擅让给你了 这才刚回来 陛下 你 你这是又想 下毒手了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死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拜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死金 明朝拜家子 第一间八百一十二掌 千秋一人 还能受得了诸后赵的人 心理素质铁定是强大得不得了啊 方济帆心里虽然吐槽 面上却保持危险 他其实很有经验 在对付诸后赵这件事情上 无论他说什么胡话 只需保持微笑就好了 因为反正 哭也无济于日啊 方济帆微笑说 陛下言重了 诸后赵便背着手 叹了口气 二斤国正繁忙 朕方知父皇的苦处啊 可这些事情 朕若是不处置 又觉得大大不妥 老方啊 这做天子 怎么就这么难呢 诸后赵虽是历史之中 是以昏君的行星出现的 但在方济帆可以保证 哪怕是历史中的朱后赵 虽是不愿意上朝 总喜欢躲在报房里 所谓的上朝 不过是举行君臣会议而已 但并不代表 朱后赵没有去翻阅 每日送进宫的奏书 恰恰相反 虽然朱后赵爱胡闹 依着朱家子孙们 延续了太左高皇帝朱元璋 那等不肯吃亏的小性子 朱后赵即使躲在深宫之中 奏书却看得很勤 这天下的事情 可谓是了如指掌 方济帆想了想说 陛下 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极繁杂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刘师傅近言 说是内阁事务日益繁重 请求增设内阁大学日 你怎么看呢 方济帆说 内阁只能票你 可一切终究须陛下来批红圣断 所以啊 陈以为 内阁大学时 即便是增加 若是意见不一 指控非但不会是公众方便 反而会使事务更加繁杂 朱后赵听吧 若有所思 方济帆的话是对的 人越多 就容易彼此彻肘 内阁的本质是秘书机构 人多了 口舌就多 反而未必是好事 朱后赵说 如此 你以为当如何呢 方济帆想了想 却是摇头 这涉及到的 可是国本的问题啊 也不是方济帆 可以提建议的 皇帝不是超人 当天下的事情 变得越来越复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的分工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精细 随着信息和物流的发展 陈奏上来的事物 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 太祖高皇帝所设想的 皇帝一人去 事无巨细地 过问天下之事 自然而然就 渐渐变得 行不通起来 最终的结果 自然是皇帝 交出一部分权柄出去 是一部分人 得到决策的权利 若是在以往 能获得批红大权的 定会是宦官 可实际上 方济帆心里更加清楚 宦官只怕再无法获得 这样的权柄了 因为 他们没有足够的专业 来处置这些事物 这已经不再是 以往发生了灾情 甚至灾情这么简单的模式 不说其他的 难道一个交易所 就涉及到 无数专业的知识 可倘若不是一个 有足够水平的人去管理 去随时做出决策 交易所 势必会混乱不堪 混乱不堪的交易所 其中最先伤害的 恰恰是皇家的利益 毕竟 皇家的那一堂 本就大多数来源于 交易所的股票啊 一个宦官 若是明虎搞瞎搞一番 用不了三天 市场就会巨变 使得无数人倾家荡产 皇家的资产 也将是千万两文银 以上的损失 这就会导致 皇帝的权力 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 而分出去 同时 无论对皇帝本人 也或者是 对当下已融入 新政的大量官员 以及商人而言 他们也有足够的动力 影响皇帝将权力 分支他们所信赖的人手里 历史的进程美妙之处 就在于 很多时候 它是不需去推动的 当生产力到达某种程度 是某个临界点时 当某件事情成为 普罗大众乃至 皇室一致的愿望时 那么 许多事情 可水到渠成 权力将重新分配 得到皇家授予权力的人 为了保证 他能随时应对 瞬息万变的能力 那么必定会授予权权 可又为了对其进行制衡 又势必会建立新的监察机构 监察机构 势必又要满足 皇帝与天下臣民的愿望 交易所是如此 其他的权柄也是如此 这就好像 当天下遍布式身的时候 无论是皇帝愿意不愿意 皇帝和朝廷 所制定的律法和体制 都将不自觉地倾向于使身 可当如今所有人利益 都捆绑在商贸之时 那么 在兼顾其他的小利益的同时 一群捍卫自己利益的新贵 也将登上舞台 他们和皇帝一样 都会急迫地制定 或者影响皇帝 做出一个有利于商贸的律令 或者对当下朝廷 进行某种程度的革新 方启凡持住了片刻 他一副很淡然的样子 这样的信心 如今已无需自己去推动了 更何况 也不是自己能推动得了的 他镇定自若地说 陛下 臣知道 以陛下的聪慧 一定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吧 不解决 那些牵涉到自身利益的人 那些掌握了无数财富之人 也会用尽一切方法 去影响皇帝 此时 这浩浩荡荡的大事 犹如滔滔江水一般 也不是一个人 可以阻挡得了的 诸侯赵见方启凡如此 不禁愕然 随即显得有几分不约 老汪 你说怎么了 你平日不是很能说的吗 方启翻一摊手 说 其实啊 陈紫色回京 是希望能够请辞内阁大学士 陈 年纪大了 陈累了 也该营养天年 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 诸侯赵心中是了狗了 他定定看了方启翻半天 他没想到 就在这个鸡骨眼上 方启翻居然提出了请辞 诸侯赵是了解方启翻的 他则是知道方启翻 所谓的喜欢的事情 不过是吃了睡 睡了吃 问题是 哪怕你现在 其实不也是如此吗 诸侯赵 永远地看着方启翻 老方 方启翻迎着诸侯赵热的暮光 郑重其事地说 陛下 臣这些日子 也觉得自己脑极愈发地严重了 就至一道刻不容缓的地步 恳请陛下恩准臣的请求 臣觉得 吏不赏书欧阳志 为人稳重 众望所归 可以托付大事 诸侯赵听到此处 浓眉深深拧着 最后 终究是叹息了一声 也罢 一切由你 你有你的志向 终究他是了解方启翻的 不过 诸侯赵随即抖擞精神 只是 朕还得再想想 这往后 当何取何从啊 诸侯赵继续皱着眉 他认真思考的样子 很可爱呀 不知不觉之间 当初充斥着热血的少年 一开始善于思考了 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方启翻则微笑着 心里却常常出了一口气 他必定知道 诸侯赵思考之后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生产力摆在这里 新的利益阶层 已经遍布朝野 历史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无人可以阻挡 哪怕偶有反复 终究不过是掀起嫉妒浪花 也仅此而已 方启翻下意识地说 陛下鬼神莫测 文质武功 千秋一刃 陛下一定能寻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诸侯赵又抬眼 定定看着方启翻 他觉得老方又在忽悠自己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死心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死心 明朝败家子 第1813章 平天下 大结局 自宫中出来 阔别已久的京师 依旧还是繁华热闹 这一年多的西征 也至于方启翻坐在马车里 都难寻觅到回家的路了 好在他有车夫 车夫是个精壮的汉子 为啥很精壮呢 方启翻自己也不知道 坐在马车里面 自玻璃窗外掠过的 来是熟悉又陌生的街景 方启翻尽量放松下来 难得地小气着 因为他知道 当马车抵达终点时 将会有数不清的人 要败回自己 如方启翻所想象的一样 昨夜便报知了 方启翻将回京 于是今日朝廷各部堂 竟一下子告假一大半的人 以至于今日蹦蹦跳跳 前去当职的大臣 一看到这冷清的部堂 顿时心情便不好了 难怪这些年仕途不顺啊 感情他们都是一伙的 告假的名册 是密密麻麻的 从部堂里部首尚书 到侍郎到主侍 哪怕是最底层的官政 方启平日没注意 好家伙 这才几年功夫 部堂里居然都是 方启翻的门生了 亦或者方启翻门生的门生 更甚是门生的门生的门生 竟也开始步入庙堂 师从何人 此人又师从何人 此等师生的渊源 平日里不险山不漏水 今日一看 只看得人头皮发麻呀 而今 摄政王回京 朝野震动 摄政王自宫中出 至西山 西山也是人满为患 人们肃穆而立 翘首以盼 这是自己的恩师 是自己的师公 是自己的师祖 没有自己的祖先 就不会有自己 同样的道理 没有这位大宗师 是断然不会有自己的 方启翻对于他们而言 便是精神上的负迹 所谓师城 便是如此 马车一致 居然无人喧哗 甚至人流 自动地让出道路 人们默默地 行了失礼 方启翻落地 看了众人一眼 只感觉心烦意乱 门生这个玩意儿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同灰指甲一般 总是一个船俩 自己真正的门生 不过六七人而已 可自己的门生 哪一个不是独树一帜啊 他们的弟子有多少 方启翻勉强还能算得出 可弟子的弟子呢 哎呀 就只有天知道了 方启翻看着乌泱泱的人群 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啊 于是收回目光 急不进入自家宅邸 好在徒子徒孙们很有素质 并没有冲进宅邸去 只是各自默默地行了礼 而后久久凝视着 方启翻高大的背影 偶尔倒是有人 地声窃窃私语 哎 时工不喜热闹 才会不发一烟 时工如此 时时令人钦佩啊 他只要告诉我们 人窃窃不可浮躁 无论是为人处事 要乃得住寂寞呀 有人若有所思 慢慢地领悟着 方启翻的言行举止 不仅发出了感慨 哎呀 时工就是时工 时工的清操物 实在令人高山扬指 只怕我永远也达不到 他这样的境界呀 而此时 在宫里的朱厚赵 正拧着眉心 看着堆积如山的奏书 一脸苦大抽身的样子 方启翻才刚走 他便开始有些想念落房了 若不是他请辞 朱厚赵只恨不得 将这些奏书 统统送到方启翻的面前去 此刻 他脑海中 不仅想到内阁 内阁为何 增设人手还是不够呢 说到底 是最终的披红拳 还在他的手里呀 普天之下 只有皇帝 才手握乾坤 专断独行 朱厚赵 细细想下去 可是 如此繁杂的事物 皇帝已无法处置了 只怕秦政的太祖 高皇帝再生 怕也无法处理 当下的事情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大多数的 披红权力 送到臣子们的手里 只是重点来了 臣子们如何 才值得信赖呢 倘若出现王莽 出现了曹操 又当如何呢 朱厚赵眉头 皱得更深了 他下意识地想到 若是放权 就必须得 理清皇帝 理应抓住 哪一部分权力 能给内阁的 又将是 哪一部分权力 获得了 批红之权的内阁 亦或之是其他人 又当如何去制衡他们 令他们无法作乱呢 朱厚赵其实很清楚 自己迟早要解决 这个问题的 下意识地 他觉得口中饥渴 于是说 来人 奴婢在 此时捏手捏脚进来的 竟是个面生的小宦官 朱厚赵皱眉 刘漫漫呢 方才告假了 硬了 刘公公的干爷爷 毁京了 他告假 前去拜王 朱厚赵输了口气 人有孝心 还是好的 朱厚赵 还是觉得 有些不对 那么 周大用呢 他也告假了 朱厚赵梅一咒 没听说过 他竟也是老方的孙子呀 不 小宦官可怜巴巴地说 周公公他 他是 刘公公的干儿子 因而 论起来 他是摄政王殿下的 曾孙 可这还是不对劲呢 于是 朱厚赵说 陈皇 张无喜 江大千 他们 他一连爆出许多名字来 小宦官 张口 想说点啥 朱厚赵 却突得白了白手 罢了罢了 你不必回答 朕知道 怎么回事了 他们一定 不是老风的曾孙 就是玄孙 那么 朱厚赵 凝视着这小宦官 眼中多了几分 考究之色 那么你呢 你咋不是 这么一问 这宦官顿时要哭出来了 感觉自己经历 当初被阉割时的 第二次侮辱啊 他哭着脸 磕磕巴巴地说 奴婢 奴婢口不上 奴婢近愚笨 又不小事 资历还浅薄 他们 他们不带奴婢玩的 朱厚赵 胡了口气 竟是觉得哭笑不得 可随即 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有趣 有趣啊 难怪老方这狗东西 一回来 就心急活了的来请辞 只怕这个时候 他是怕得要死 早恨不得躲起来了 他把朕想得太轻了 朕用它 就不移它 接着 恢复了少年姿态 哼哼紧急起来 口里念念有词 见着小宦官还跪着 便说 去给这 争一盏茶来 赶紧吧 小宦官笨手笨脚地站起来 忙去争茶 战战兢兢 手忙脚乱的样子 这令朱侯赵 终于意识到 为啥这宫中上上下下 没人带他玩了 这人脑子有点问题 朱侯赵不再理会了 继续脱塞 陷入沉思 想着刚才还没想好的问题 如何制衡那些获得披红的隔沉呢 单凭新军 抑或 常威 不不 还是有些不妥 将来 这个怕是还需问问老方才好 为啥 为啥又是老方啊 蒙学里的孩子们 总是最单纯的 昨日蒙学放假一天 至于原因 却是有些荒唐 因为几乎所有蒙学先生们 听说十之八九 都跑去了西山 听说是大宗师回来了 今日 先生终于神采奕奕地 又出现在课堂里 看着这一群的孩子 先生 坚口不严 昨日去见大宗师的事情 似他这样的身份 怕是连徒孙都勾不上 可远远眺望到 大宗师的背影 还是让先生 受用无穷啊 先生高坐 手持戒指 左右 勤寻着一群 正经危坐的孩子们 而后 他徐徐地说道 前日 熟读一篇文章 此文 乃李布朗中 刘仪所作 叫做 济无师功 而等 好生熟读 来 二胡 你起来 先读一遍 一个孩子 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散开了课文 接着 磕磕巴巴地 就念道 吴师功 方济翻野 少端敏 成儿聪明 他摇头晃脑地念诵着 先生听着如痴如醉 仿佛通过这一篇文章 便想到了自己的师功 带着孩子 念完 先生便问道 听得懂 里头的意思吗 孩子们眨眼 表示个个不解 他们毕竟 还是太年幼了 先生 叹息说道 这里头 所记得 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 其大宗师四岁时 给父亲洗脚的小故事 大宗师是何等人呢 他打小便懂得孝顺的道理 你们呢 于是孩子们都露出羞愧之色来 先生似乎开始感慨起来了 所谓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随时区区为父敌足 可大宗师 此后的人生轨迹之中 譬如为邻人劈柴 扶老婆婆过路 见美貌女子而坐怀不乱 入室为官之后 以苍生为己任 心怀黎民百姓的爱护之心 以至此后辅佐天子 治国平天下 更是教书与人 逃离满天下 这些就都不奇怪了 大宗师是你们的楷模 他四岁时 尚能做这么多的好事 再看看你们 都已七八岁了 可曾为父亲敌足吗 哎 如此不可教也 我让你们熟读背诵 便是要让你们 将这些小事 牢牢记在心里 要做一个大宗师 这一般的人啊 孩子们只好硬着说 学生谨记了 先生 微微皱眉 见许多孩子 依旧是不在乎的样子 不过可以理解 毕竟 孩子们 还不懂事嘛 作为一个合格的先生 他是很有耐心的 只见他微笑 手持着戒指 在另一手的掌心 拍了拍 不急不虚地说 将来 要考 嗨 我是你们的人热故事记 有声的紫金 明朝外家祠 到这里就全部完结了 我录制了一年多 如果说你是从一开始就更听的话 我们也互相陪伴了一年的时间了 感谢你们能够听到最后 能够陪我到最后 这故事很有趣 然后呢 也能学到很多的一些历史知识 还有故事之外的一些道理 仿佛录着录着 我就是方继帆 有情有义的方继帆 对吧 而且有非常皮的机场会 把我加进去 对吧 希望你们不讨厌啊 这个故事完结了呢 但是我希望 我能够陪你们更长的时间 你们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到我的喜马拉雅的主页 有很多更多好听的故事等你 比如说现在已经 爬到喜马拉雅有声小说 畅销排行榜前三的 天命舍道人 这是一个不同于明朝白家祠的 关于道门玄学的一个故事 一个特殊的职业叫做舍道人 非常的诡异好听啊 从大家的订阅量 以及销量都可以看出来 大家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现在直接点击 封面上的按钮 就可以跳转到 天命舍道人 直接收听 不用再搜索了 不用再去我的主页 找这个专辑 现在直接点击 播放页面的按钮 跳转去收听 天命舍道人吧 我们天命舍道人 我们天命舍道人 见 同时再在儿子里面 buena 按钮中正就会 然后按钮中正就会 一口 一口 吼